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挥书 天佑四年,梁王朱文迫使哀帝李朱善让篡位称帝,立国号为梁 大唐自此覆灭,天下又一次进入了诸侯歌剧的乱世时代 朱文英孔好不容易创下的基业被其他势力夺取 于是命令妻子朱又龟很早便建立江湖组织玄冥教 专司打探情报清除异己,好称天下第一暗杀组织 而作为领导者的明帝朱又龟 虽因修炼九幽玄天神功,导致走火入魔成了一副诸如模样 就不知道这脑袋上的两个鸡脚是不是自己厚安的 但他的武功着实不俗,也是个天下少有的高手 且乍一看这造型就感觉肯定是个狠言 但是他的命确实不咋地 身为朱文长子,即便连媳妇都送了 却依旧得不到父亲的喜爱 不但江山没有他的份,甚至还想干掉他 而更让朱又龟连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自己苦心经营玄冥教 结果不但连心腹孟婆水火判官都是卧底 且不知从何时起较重也早就被打批不良人渗透 正当他还沉浸于黄袍加身的帝王美梦之际 殊不知自己竟凭借一人之力成功打入不良人内部 结果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被大帅一巴掌废掉武功,自强而亡 其实仔细想想朱又龟这个第一季的大反派 要说他没什么作为吧,倒是亲手送走了亲爹 虽说号称爵士高手,但除了揍李星云那几个小孩之外 也没什么战绩 最后皇帝梦碎了不说,还草草领了盒饭 想想也真是挺悲剧 不过他这遗体倒是成全了黑白无常那俩货 要不怎么说人生无常,大常套小常呢 那么相较于明帝,鬼王朱友文 不管是戏份的还是什么,还都比他强一点 虽说当年遭到兄长暗算陷害,被封印了好些年 但作为玄冥教顶级高手,功力必须依旧强大 反正我是觉得他肯定比明帝要厉害 而且这位的形象气质也的确高大威猛,非常有震慑力 但是像他这样的出身,居然对当皇帝没什么兴趣 反而是一心只想做天下第一,属于是个武痴 这一路走来战绩也还行 先是打跑石窑,夺回了玄冥教 又几乎毫不费力的就送走了号称天下第一猛的李存孝 之后对上女帝也是略战上风的架势,即便是修炼了黑白无常 篡改过的九幽玄天神功而走火入魔 也只是暂时性的功力减退 并且还暴露出他一直在隐藏的实力 最后不仅恢复了武功,而且还更强了 但是像鬼王朱友文这样一个人物 结局竟会因为苗疆胜骨而跳了岩浆作为收场 讲真的,我当初还真是有点出乎意料 但是后来想想也是,因为从他脱离封印开始 似乎就已经落入了大帅的布局当中 加上石瑶在一旁推波助澜鼓动黑白无常 以至于他每一步的轨迹好像都是被算计好的 所以说他这个盒饭领呢也着实是有点 反正突然就感觉鬼王的登场 似乎就是为了要成全黑白无常晋升为爵士高手一样 要不说那俩货也是真行 多少高手名人都没了 可这二位还依旧顽强的活着 果然是流水的爵士高手铁打的黑白无常 之后必须得整一期他俩的视频 最后再说晋王李克用 此人本为沙陀族人原是一地方军阀 因战功显赫而被昭宗皇帝封为晋王 作用三晋大帝实力雄厚又野心极大 表面上不安世事 好像在闭关养生 实则老谋深算 胸中自有乾坤 且暗中修炼至圣乾坤功 以真化境武功远超李思源女帝等等高手 另外这位是出场就下席 之后又与吃力结盟还搞定了李思源重新拿回通文馆的控制权 图谋天下的意思非常明显 却不想自己已然落入了大帅的圈套 棋子李存旭更是死于静心魔之手 那么在第二季的结尾 李克用是换了牌棋接着下 对面还坐着吃力 似乎是要谋划什么大忌 可是第三季刚开始 曾经一直隐忍蛰伏的李克用 却因儿子的死直接跟不良帅摊牌 并且悍然出手 应该是被框了 但不得不说这一幕的确出手及巅峰 毕竟世上能与大帅抗衡一二的人几乎是没有 可惜李克用却选错了对手 最终大帅假手于被复活的李思源 将其当场送走 以前所有的野心筹谋 以及宏图霸业 就这么草草的画上了句号 当时我个人是觉得这老头挺可惜的 不过说他悲剧吧 其实倒也不算很准确 因为若按照历史的时间来说 他早就该死了 但在画江湖的改变下 却硬生生多活了十后几年 也算挺幸运的事 而这三位的下场 也算是体现了乱世的残酷吧 甭管你什么身份 多大势力 有什么图谋 只要身处于这盘结果未知的棋局当中 那么随时都会生死明灭 化作历史的尘埃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要是觉得还行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咱们青山不改路 水长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